各位同學,大家好,我是梁Sir 這段影片我想講一下有關直白向光性運動的一些溫習技巧 無論你是用來溫習或學習 我都希望這段影片能夠幫得到你 尤其是這段影片我想教大家四個很簡單的步驟就能夠答得到有關於Tropism的題目 我們開始議題之前,講一下Study Skills,究竟那個邏輯在哪裏 可能隔了很久沒有再出這些Study Skills的影片 記住在By All是否有東西要記,有的,總有些東西要記 一些科學的文章,一些解決,這個是我們的共通語言 所以我們一定要記一下,串字都要 面對著不同的題目的時候,其實我們是有一些 叫做Key Question,或者一個Guiding Question 去引導我們逐步逐步去想,有一個邏輯線去想 就好像將一些點,去不斷連結起來 從而去構成我們的知識 記住在By Alls 總有些東西要記一下 所以我們先講一下,有關於整個Tropism這一課 有什麼字眼呢,其實是關事的 第一個字眼不用審了,一定是Erritability 所謂的感應性 感應性是我們真物七大特徵之一 這個Erritability 講的是什麼呢,其實是能力 這個能力就是說,我們能夠感應到在我們環境的變化 從而做出反應 所以下面這幅圖是一個很簡單的演繹 用一個我們平時人來做這個例子 Sense Organ 在感應器官裡面有些Receptor 這個Receptor 感應器可以 detect 周圍的刺激 可能是光,可能是聲音 同而產生一個神經脈衝 而之後我們的神經系統,Nervous System 就會成為一個Coordination Center 一個協調的中心 從而分析一下這些神經脈衝,是有什麼意思 然後我們的Nervous System 神經系統也會將一些Nervous System 傳到我們的Effectors 反應器 例如我們的肌肉,就是做反應 例如我們碰到一些熱的東西,會縮手 我們聽到一些響音聲 很危險,就會離開 當然有一件事想提及的就是 Coordination Center 其實就不一定是這個Nervous System 神經系統 也有這個內分泌系統 Endocrine System 而那時候的Effector 就不一定是肌肉 可能會是我們的不同的標靶器官 可能是我們的胸膜 接著就說Movement 動動 Movement 更加容易理解 用人的角度來看 我們可以動到身體的某一部分 或者整個身體去動 去擺不同的姿勢 但是植物其實可以不可以呢? 植物都會有動動的 Phototropism 向光性 大家全課學了 其實除此之外 還有其他的動動 例如我們那個怕丑草 你碰它,它會縮起來 或者其他一些肉食性的植物 你看得到 捉青蛙 捉那隻的鼻涕蟲 你看得到 所以植物都是懂得動的 記得Tropism 它的定義是有三個重要條件的 第一 Tropism 是有方向性的 第二 Tropism 其實是一個 Growth Movement 它不是直接動 是有牽涉成長的 以及 另外 它是基於一個單質的刺激 而造出的反應 Uli-lateral Stimulase 所以記憶整個Tropism的解決 不是那麼簡單 就是動 而Tropism 是有分 Positive 和 Negative 一個正向性 以及一個負向性 正向性就是 一棵植物 是會動去於 那個單質的刺激 而負向性 就只不如離開 那個單質的刺激 而在這一課裡面 我們除了講這個Tropism之外 亦都講了一種植物的 Hormone 一個Plant Growth Hormone 就叫Oxin生長素 那它是哪裏做出來的 就是我們的 Shoot 或者我們的 Root 那個最刀刀的位置 它做出來的 那個叫Tip 還有Oxin有什麼用處呢 Oxin當它在Tip 做完之後 它就會運送到 去到我們這個 Region of Elongation Elongation 即是生長 在這裡提到一件事 究竟Region of Elongation 在哪裡呢 如果我們用文字演繹的話 就叫Just Behind the Shoot and Root Tip 而在那個Region of Elongation 其實Oxin做事的角色 就是叫做協調 Cell 變長的一個過程 這個變長的過程 在我們把我來計算 就叫做Primary Growth 然後還有提到一件事 基於Oxin 它是一種Plant的荷蒙 其實它跟一般的荷爾蒙的特性 是一樣的 它是不會影響 自己產生的地方 那是什麼意思呢 Oxin 它是不會影響 Tip 的成長 它只會影響到哪裡呢 它只會影響 那個Region of Elongation Cell 的成長而已 就記得我們學完一系列的字眼 我們就講一下 其實這堆這樣的知識 在哪裡發展出來的呢 其實就是由我們的 科技研究所做出來的 當中有很多不同類型的觀察 當然啦 在我們那些Plant Hormone 被人命名成為Oxin之前 其實就有很多很多的科學家 就去參與過這些研究的 所以在這一部分除了講到不同類型的concretion之外 亦都給大家欣賞一下 Nature of Science 科學的本質 以及不同科學家的功勞 第一個看Charles 的研究 他要看的其實得出來的結論就是 Tip 是很重要的 沒有了Tip 已經不能成長了 而且Tip 還有另一個重要性 就是原來它對單質光是非常敏感的 接著去到第二個就是 Janson 的實驗 Janson 的實驗就是說 原來在那個Tip 是會做到一些東西出來的 它叫做 Chemicals 化學物質 那時候還沒有名字的 原來在那個Tip 那裏 而它是會導致在那個Tip 下面的部分成長的 那時候那個就叫做 Region of Elongation 接著去到Pow 的實驗 Pow 的實驗就是 一個高濃度的那種 Chemicals 會導致Shoot 有一個快速一點的成長 而導致會有一個彎曲 Bending 的情況出現 而去到最後的Avent 就是原來當這款 Chemicals 在這個Tip 製造完之後 當有一個單質光照下去的時候 是會導致一個 Uneven Distribution of the Chemicals 會有一個不平均的分佈 我們剛剛就說完那堆字眼 我們的 Common Language 也都說了 我們有一些科技研究 現在就開始跟大家說一下 有哪四條的Guiding Questions 是能夠幫我們分析一棵植物的Growth Response 現在我們就先看這一幅圖了 這幅圖就是一個很典型的實驗了 在書裡面 就是有一個單質光 要下去的Shoot 要下去的Root 現在這題目就是要我們 描述一下 又要我們Exparen 又要解釋一下 什麼呢 在一個單質光的情況下 荷植物成長的反應會如何呢 又要我們描述 又要我們解釋 這幅圖很好 我給你了結果 起碼大家一定 學過你會知道 Shoot 就是追向光去生 Root 就是離開光去生 這個大家學過的 但是為什麼呢 為什麼可以有系統的解釋呢 現在就來看看 首先第一條問題 我們先去理解一下 究竟在這個單質光的情況下 有沒有一個橫向的 生長數的移動 Lateral Oxine Movement 因為如果是一個 Uniform Light Uniform Illumination 或者一個完全黑暗 一個暗的情況下 是不會有Lateral Oxine Movement 但是現在 這題目是一個 Ulilateral Light Illumination 是彈質光的 所以應該是會有 Lateral Movement Oxine 這個Oxine的橫向移動 是會導致到 Oxine在 Tip那邊的分佈 就變得不平均了 所以為什麼我們會有 第二條的問題 到第三條 當我們知道了 有一個 Uneven Distribution 的Oxine之後 原來是會導致到 一個 Unequal Growth Rate 但問題就是說 哪邊快一點呢 是照著光那邊快一點 還是 黑那邊會快一點呢 我們就要回答別人了 然後到最後 最後就說回整個實驗的結果是如何 而這個結果呢 就是一個 Growth 以及一個 Bending 現在我們逐條題目去細心一點說一說 第一條 剛才我們說了 有沒有橫向移動 剛才我們說了 由於有單側光 應該是有橫向移動的 但由於我們說的是 移動 有一個Movement 所以這個方向性 是非常之重要的 你一定要告訴我 是由哪邊移動到哪邊 如果你只說 動 橫向移動 而沒有告訴我 由哪邊移動到哪邊 其實是沒有意思的 沒有人知道你說什麼的 所以我們要寫的就是這一句 基於有一個單側光的照明 所以Oxine在一個Tip 整理完之後 就會Migrate 即是動動 你不用Migrate 便用Move Migrate From the Illuminator side to the Shader side 由光面移去暗面 這個概念是哪裏來的 其實就是由剛才我們那對科學家 承接下來的發現 講完橫向移動之後 我們就知道 原來就有一個 Uneven distribution of Oxine 當然又是那句 你只告訴我 Uneven 而不告訴我 究竟哪邊多一點 都是沒有意思的 你應該要知道 現在Oxine 由光面移去暗面 那即是暗面會多一點Oxine 你就告訴我這件事 所以就說 由於有一個Lateral movement of Oxine 由邊邊移去邊邊 由光面移去暗面 所以就會有一個 Uneven distribution of Oxine 而濃度分佈是怎樣的 The Oxine concentration In the Illuminator side 在光面生長數的濃度 就是低過 It'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Shader side 就是低過暗面 這個就是說 你要比較給我聽 究竟邊邊多邊邊少 然後去到第三條題目 就是 Unequal growth rate Of Illuminator side Energated side 究竟光面和暗面 邊邊生得快一點呢 當然 在整個Tropism這一課裡面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mindset 大家要知道 就是一棵植物的成長 Oxine擔當著什麼的角色呢 就是 第一 是它的濃度的高與低 不是有沒有的問題那麼簡單 而是多與少的問題 第二 這些Oxine 在植物的哪裏做出反應呢 在Shoot做的反應 和在root做的反應 原來是很不同的 所以在這一部分的話 由於整個實驗 它是給了Shoot 和root 所以你都一定要告訴我 究竟 那個成長的反應 是有什麼分別的 所以我們如果要看的話 就是這樣 在Shoot的時候 由於增加了的濃度 是會推廣了Shoot的成長 所以這次呢 其實應該是Shader Size 是長得比Elluminator Size 所以你要寫的話 原來光面 是長得慢過暗面的 那我反過來寫 行不行啊 梁Sir 我說 暗面長得快過光面 可不可以啊 是可以的 接著第二句就說 root 在根部的時候 原來增加了Oxine的濃度 是會抑制了 root的成長 現在在暗面 是多了Oxine 所以這次呢 就倒回到光面 是長得快過暗面了 所以在這裡 留意一下 不要只說un equal growth rate 還要說 是哪一邊快點 不要只說不一樣 是要說哪一邊快點 接著到第四條題目 剛才我們說要說一下結果 對不對 在結果那裡 留意一下 在這整個課 我們通常 都有兩個導向 去解釋得到 或者描述得到 那棵植物的成長 第一 就真的說growth 有沒有刪長度 還是刪得很慢 還是沒有刪長度 第二個導向就是 弄不弄 轉不轉彎 因為始終它是向性 我們有正向性 有負向性 它有沒有轉彎 轉去刺激 還是轉離開刺激 所以我們這次 shoot和root 我們都要講的 As a result the shoot will grow and bend towards the unilateral light source As a result the root 根 就會 grow and bend away from unilateral light source 所以你會發現 原來1 2 3 4 都是一個非常有系統化的方法 讓你知道 當初光的環境是如何 有沒有導致到 Oxian有沒有動動 動動了之後 Oxian的濃度有沒有不同了 邊邊多一點 Oxian濃度不同了 一邊高一邊低的時候 會不會影響他自己的成長速度 又一邊快了一邊慢了 而到頭來到最後 究竟他有沒有生長度